空军发布励志视频 歼20隐身战机首次七机同框 只让人振奋不已 但同时也有网友不乐意了 这究竟怎么回事 9月3日 中国空军发布了励志宣传片 蓝天有我 感恩有你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空军的风采 中国空军歼20隐身战斗机 毫无疑问地成为关注焦点 而空军也不负重磅 在宣传片中首次展现出 七架歼20同框飞行 分析称 七架歼20列队飞行的视频 为军方首次公开 这显示中国装备该战斗机的数量 已经很可观 稍到前 官方公布了歼20的作战旅相关信息 并公开了歼20战斗部队中的正式编号 就已经证实该战机的装备数量 已经出具规模 按照军事专家的分析 歼20目前已经装备了两个作战旅 数量在50架左右 不是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 另外 目前装备的歼20还不是全功能 安装只配发动机涡扇15的歼20 尚未正式服役 有消息称该型歼20正在试飞中 另有消息称 歼20舰载机版本的改造工作也在进行 将会同步部署在003型航母上 此次空军公开了七架歼20列队飞行的画面 让不少网友为之感叹 从2011年首次试飞至今 中国五代战机从研发到装备成军的速度 让人恍若隔世 当年还在幻想歼8挑战F22 而如今歼20成为全球空军的仰望的焦点 不过 该视频也引来不少网友不满意 分分吐槽 对视频效果非常不满意 认为视频中展现出的航空摄影 一如既往的烂 歼20隐身战机难得的七架同框的镜头 居然给人感觉是手机拍摄出的效果 更有网友吐槽 要不干脆自招个摄影师得了 另外细心的网友还发现 此次中国空军发布的励志宣传片中 不仅有歼20隐身战机七机同框 在3分45秒开始 还出现了中国的马赫骨 低空编队突防 在此 不得不感谢中国空军 中国航天人 是他们的努力拼搏 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十来年的时间 我国空军从一支装备相对落后的队伍 成为今天全球最重要的空中力量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